賴佩霞女士便是這一位 萬中選一的最佳人選 我在想為什麼沒有找我 因為我想我的聲量會比較大 選到總統 剛剛不是說聲望很高嗎 我沒有說聲望很高 聲量 你看 你看 你們記者就是這樣子 聲量跟聲望差在哪裡 我要告你 我跟你講 許乃琳意外郭台銘沒找他 吳宗憲入圍 金鐘偷臭佼佼 恭喜吳宗憲 綜藝大熱門 綜藝王很大 小明星大跟班全入圍金鐘獎了 他的感言偷臭共沽的黃紫嬌 出選是MeToo啦 MeToo過關才有辦法到這 也免不了問一下同輩藝人賴佩霞 成為郭台銘副手這一題 我們是綜藝人 對政治的東西我們真的不是很懂 呵呵才說了不懂卻教育大家 歷史上臺灣的參與聯署超過 29萬份的有5個人 然後這5個人都沒有當選 公開我絕對不表態 商人無國籍 藝人無黨籍 剛才賴女士的演說真的非常感人 是 讓肆意哽咽的就是郭台銘副手人選 無黨籍藝人賴佩霞 但演藝圈卻怎麼沒有感動過你 我在想為什麼沒有找我 因為我想我的聲量會比較大嘛 徐乃琳動完肝炎手術就代言起眼科診所 問到政治她先雙文解字 聲量聲望不一樣 那也不是一樣 聲量聲望怎麼會一樣 你們做記者 你們懂不懂文字啊 我曾經罵人聲量就很高了啊 你說音量的意思是不是 聲音的力量很大 因為選舉兩個男人鬧翻了 戰火一發不可收拾 半個月前兩人錄影在後台遇到 因為不認同台智原的反對一黨獨大說 兩人一言不合 台智原當場翻臉走人 曾是深藍的乃哥在馬英九執政時期 熱衷政治因此和台智原反目 現在聊起政治都很清談呢 台灣的這種選舉歷史呢 基本上如果是沙喀都的話 一定是有一家獲利嘛 我還知道得票最多的會勝選 那你看過哪一天 我其實我現在都也都不去參與這些 我也不想去了解 因為我們都曾經受過傷 對不對 不要緊的 這不要在意這件事 我們平常也有人知道 挺多的這樣 沒有在同一個棚裡面有遇到過 對呀 不要很少碰面 那就好 我就怕我們交情太好 傷到我們交情 乃哥這段黑歷史 賴佩霞好像知道 他順時參選演說時又提出來 支持的候選人不一樣 就彼此放話攻擊 最後連朋友都做不成 三立娛樂新聞 真的沒有那個必要 報導 你怎麼搞的 參選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